因為我其實是台北人 小學五年級轉學過去的 結果我在台中小六交流東西竟然是台北小五的交流課程 台北跟台中到底差在哪 以我兩邊各自住了12年的經驗來講 最明顯的差異就是交通 台北它的路是真的比較小條 開車的話是完全不建議 比較習慣的是我把機車放在捷運站 透過捷運到各個點 台中適合開車通勤 它的大眾運輸比較沒有像台北那麼發達 第二點就是天氣 那時候住台北十幾年下來 看到太陽的次數真的是少之又少 有時候看到太陽就會覺得哇阿彌陀佛 因為我其實是台北人 小學五年級轉學過去的 結果我在台中小六交流東西竟然是台北小五的交流課程 資訊啊那個流通整整差了一年 每次上台北都會有一種莫名的急促感 好像只要停下來 就會覺得說跟這個台北市格格不入的感覺 但我覺得台中可快可慢 因為像我住在台中上白區的地方 離市區也蠻近的 沒有台北市來的那麼快 也可以在兩個生活步驟中很容易的去切換 如果有曾經在台北或台中生活過的朋友 來分享一下 你自己覺得說兩邊島 差在哪 因為我每次去台南都吃那個啊 最有名的那一間 對 因為它要冷氣又不用等 啊 觀光客戴 沒有啊 像我住在台南的養康 徒步環島快要離開台南的時候 才發現竟然連一間牛肉湯都還沒有吃到 於是決定去問問當地台南人 而當我跟台南人說 我只吃過文章牛肉湯的時候 果不其然的 因為我每次去台南都吃那個啊 最有名的那一間叫 文章 對 因為它要冷氣又不用等 文章 啊 觀光客戴 沒有啊 像我住在台南的永康 我們永大樂而家 他不起眼 但是不覺得他比文章好吃 堪稱全台最貴的牛肉湯 他貴的原因是什麼 他用的肉更好吃的 你可以吃到牛肉湯 我是覺得他真的好吃啦 但是真的是最貴 所以我就決定去吃吃看 學甲在地人推薦的牛肉湯 又快漂亮一點 沒有問題 我這碗是雪花牛250塊 最貴的其實有到一碗500 很鮮甜很好喝 把這個湯夾到飯裡面 湯頭喝起來 給人很舒服的感覺 吃到好吃牛肉湯 可以離開台南了 吃到吧 吃到 你可以吃到